槟城打千谱社区九栋组屋 3700个廉价屋单位 是槟城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 职业率高、低收入户、单亲家庭、独居长者、 街童、边缘青少年等等 这些是打千谱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70年代的槟城经济低迷 失去了自由港口的地位 而工业区仍在规划中 眼见许多人因失业而无法负担住屋 政府便在当时尚未发展的打枪谱 兴建高密度的廉价组屋 作为社区低收入户的遮定瓦 顾名思义 那里是军警练习打靶的地方 冰川的闽南人就很自然地把那个地方叫做 帕千波打枪谱 它其实是类似台湾的国宅 它早期这个发展计划 其实是设定给中下城的居民去申请的 它其实只是一房一厅 生活空间非常小的 经济比较卓越人家 大概也不会考虑 慈济在槟城的第一个慈善济贫个案 就住在打千谱社区里的 其中一栋廉价组屋 26年来 慈济之工关怀的脚步不曾停歇 根据打千谱居委会的内部统计 在打千谱社区里有百多位单亲妈妈 此际长期提供竞技援助 给予心灵陪伴 让这群单亲妈妈有了依靠 单亲妈妈最需要的帮助 如果是在外面打工 有可能孩子没有人过 他不够时间来要怎样处理 苏巴今年38岁 7年前跟先生分开 成了单亲妈妈 因为要照顾儿子 而找不到固定的工作 索性在兼职期间 遇见长年关怀 打千谱社区的慈介助工 当他们成为单亲妈妈 或者被遗弃的妈妈的时候 他们会blanket的 他们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他们生无分人 他们需要的是那个爱的力量 只要我们鼓励他们 他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教育是翻转贫穷命运的主要途径 2014年起 慈介之工也在打枪谱小学 启动新家计划 为平同购买书籍 发放午餐津贴及助学金 慈介之工的一颗颗爱心 优如为光 一点一滴的照亮打枪谱 这个社会暗角 为社区里的弱势群体带来希望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后